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你们家的孩子已经上了国中上了高中了吗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为了未来可能要选的科系都是被规定的 从第一志愿开始排 就算你有不同的想法 也不见得老师或家里的人会同意 但现在的孩子似乎在这个新的课纲 跟社会的氛围下面 好像已经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而去选科系 自己的兴趣而读书 甚至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憧憬跟想象 今天我们就访问两位高中 刚毕业的学生 他们今年也是考这个大学 那么我们来聊聊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的看法 还有他们对升学的一些想法 嗨 大家好 我是欣威 我是陈宜佳 你学测考的如何 不要再讲了 这难道不行 好了 我们今天来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学测的这些心路历程 还有我们对一些教育体制的 一些你知道 murmur之类的 我们今天就要来跟黄医师分享 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其实他们这一届的孩子是蛮 怎么说 蛮紧张的 因为他们是旧学制的最后一届 那他们明年之后就是108课纲的世代 所以游戏规则可能会改变 不管怎么说 我们就亲自去访问一下 看看他们学测考的如何 还有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吧 嗨 欣威啊 宜佳 这个考完是感觉很轻松的样子 好像没有 你们还有别的考试对不对 就催眠自己不要充满 这个你呢 你有觉得这一次就OK了 不用考止考这样 我现在比较平静 因为我自己对读书没有那么有信心 有自信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可能就是面试 或是做自己的背省 其实也是变相可以学一些其他东西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一名八课纲的最后一届 就是接下来的学弟妹都跟你们走不同的路了 不一样 所以你也没有退路了吗 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就对法律啊或是社会那些 比较可能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别人 是我的梦想 一家律师就未来就拜托你了 我们两个被告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告 所以你很有这个想法 你也大概知道要努力的方向 不管那个制度怎么变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要往那边冲 我喜欢社会型 社会型 所以喜欢社会上的小动物 那应该是兽衣吧 对 果然是那个年代的 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很多会是 至少会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喔 排除法 应该说就是可能都略为知道自己想要读什么 但是不会非常认真的去了解说我到底进这个系之后 会需要做什么 或是需要做什么 还是只知道一点点表面而已 就是可能说我想读桑院 对 但是桑院在干嘛不知道 但我就是想要读桑院 应该是这样 听过有些人会去找辅导老师聊他们的生涯的事情 对对对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个人就会觉得 就是不管是学校给的那种 就是信像测译 信像测译 信像测译 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的概念也有的 就是跟着实在在演进嘛 我爸爸妈妈的理念就是 你只要你想读你想读的 然后你愿意要读到那个科系的 你觉得至少要读到有一定的成就 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我妈就是 她是可以很开放我去做我想要做事 但她很怕我吃得到粉 就是真的考完那天就直接大失眠 就觉得说完蛋 我好像什么学校都上不了 对 宜家有失眠吗 我还好 因为我考完就是 我跟我妈妈是一起回家 然后我就有一心跟我妈讲好 所以我可能有些科考的不好 是是是 因为我妈知道我的个性 然后我的想法 所以她也知道我不想靠指靠 对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讨论 然后我就稍微有点放心 然后我现在主要生活 都是在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OK 就做一点会让自己放手 开心的事情 好 我想我们今天 借由这个新威 还有一家两个孩子的年轻人的分享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称他们孩子了 他们快毕业了 那年轻人他们在于 这个新的世代的想法 真的是比我们当年同一个年龄的时候 他的想法我认为是更好的 不过这年纪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情绪上面 对于这个压力的调适 都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关心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呢 我们看一下爱家团团怎么说 我想今天这一集 我们就来让每一位中学生的家长 来认识了解一下 关于我们的孩子 怎么样规划未来 怎么样在学习上面 能够符合他们的个性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阅读素养专家黄国珍老师 以及心理智商师许浩宜老师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聊到这个升学的话题 很多爸爸妈妈都从没苦恋起来 因为已经完全无法用过去的经验 来看待现在的新世代 但是说老实话 我自己的感觉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已经有点M型化 就是那些中学高中的孩子 对于自己未来的那些想法 跟那种内在的动机 跟我们那个年代 有很非常 已经非常清楚的 当然也有一群是 完全非常不清楚 我不知道了 我感觉是一个M型化 两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有一个心理学概念 就是我们觉得小孩 他怎么看自己的未来是有分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就是M型化 就这样分 有可能 有探索跟有决定 当然就是很肯定 很积极的 我们叫定向型的小孩 那没探索也没有决定 就是混淆型 这其实就蛮容易加入一些 不良的同裁或是帮派 那还有一种就比较特别 就是说我没有探索 可是我早就决定了 比如医生世家蛮常见的 就发发的局面以后就是 而且你又聪明 你就没得跑嘛 对 那那个我们就叫早必行 可是很多的医学院的学生 你应该很清楚 他其实一点都不想当医生 他只是刚好脑袋聪明 可是他可能想当作家 对 那最后一种就是他有探索 但是他没有决定 我觉得现在中学就比较多是未定型 对 可是如果我们发现是 比如说混淆型的小孩 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是 家长需要担心的 对 我觉得这四个这样分起来 是 非常清楚 对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 这件事情 就以前我们的国民义务教育 就我们共同成长的那个年代 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是市制率偏低 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另外一个是知识不普及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所有的 老师的师培 教科书的材料 课程的设计 它是为了所有的人 达到一个一致性的标准 的这个基础 所以其实现在新科 刚想要解决的 它不只是知识系统上面 跟过去的 这个学习能力上面的建立 它其实更希望在新的课纲底下 能够推动个人能力发展的 这个取向 是 那打的 这个努力的方向是打得到的吗 好 其实前一阵子有非常多 当新科刚的这个学科实数被公布之后 就很多不同的学科老师 就会有一种焦虑 就是说国文课被减了一个小时 数学科被减了多少 英文课被减了多少 大家觉得说我的功课上不完 我的进度上不完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 这么重要的学科给减掉 其实在新科刚里面是 减掉的学分 减掉的学分跟实数不是 就消失掉了 它其实留下了校定必修 加深加广课程的学分跟功课的设计 所以它其实就是要落实学生 能够在学校三年的时间里面 就开始探索我的性向 可是以前都在学科框架底下 没有个人性向可以探索 学校也没有相对应的课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我觉得现在的新科刚的调整 其实是真的在回应一些 学生上个别发展上的需求 亥宇老师你的孩子在国中 国中时期就已经开始有 这样的一个因素进去 坦白说 我觉得国三分的三个年级 国一的时候我觉得差异很大 就是有的小孩 真的是很明显探索得早 可是身为家长 坦白说我一年级的时候 是很焦虑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国中这个阶段的小孩 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去看他 因为刚好青春期 他的成熟的时间来的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父母在旁边 你如果没有克制自己的焦虑 很容易就不当地去做很多的介入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叫他们去补习 那可能就真的是压抑了 他们自我探索的时间 一个对自己未来有一个方向的小孩 通常他们的人生需要两种 非常重要的条件 一个就是他们能够好好地 去做生涯上面的探索 另外一个是他们愿意 为自己的生涯做决定 那身为父母呢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在孩子探索他自己 未来要做什么的过程当中 努力地协助他 帮助他 而不是过度地介入他 像刚才这样的一个四个象限 家长有哪些 我们再整理一下 就是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会让我们的孩子 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下 已经开放了一些空间 让他们去探索 却最后还是落到 没探索的混淆型 或者是没探索的沼壁型 我觉得爸爸妈妈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价值观 那你可能搞不好 连自己都不知道 我上去一个中学 就是做一个讲座 然后就有一个高中生 然后他就来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我以后要做什么 我就说 那你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 因为他高三了 所以他其实要填科系 他就说 念电机好了 那我就想说 不错啊 念电机不是很好吗 可是你看他脸上的表情 就蛮哀伤的 就很奇怪 然后我就问着问着 后来我才发现 他真正想念的是建筑 因为孩子会看父母脸色 讲到电机的时候 爸爸就说 这好像还不错 所以那个价值观无形当中 就影响了孩子他决定 他未来要填什么科系 那你看这很实在 就是才 我记得才去年才发生的事 那像这样的孩子 他如果不是中间 比如说 他有重新再探索了一下 他就会填什么系 他就会填电机 对 然后结果他进去了以后 他才会觉得 那东西好像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对 我必须要替父母说句话 或许 他爸爸觉得说 你念建筑 我没有人脉 对不对 我自己就有这种迷思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小孩如果今天选了一个 我完全不理解的东西 选个艺术 今天要去面试好紧张 我只能说我帮你祷告 我对他完全 也敲不通 爸爸妈妈都以为自己在参加考试 不是 孩子在参加考试 国志老师一定也有碰过很多孩子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却依然没有探索的盼望跟机会 这个怎么办 我们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我们在学校里面 都有做这种性向测验 了解学生像刚才 他现在的位置 然后或者是他想要去探索 他人生能力上面的特别的取向 好 那做完了之后 我发现有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 就是学校只拿到分析的结果 但没有针对分析提供资源 我觉得国外其实有个例子可以看 很多国外他们的学校的 上课时间只到三点 那接下来的时间做什么 是社团 那借由社团上面的内容回馈 原来我这样子走 我有兴趣 但不是我真的想要从事的工作 那他可以再去换 所以学师学校应该鼓励同学 而且在社团的课程的内容设计上面 如果能够对应到 他直来探索的内容的话 那其实社团就不是单纯玩乐的社团 它其实是一个人生探索方向 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对 那或许我们今天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也许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去参加 各式各样的社团 对 那这个其他的探索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以回答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发现我有时候会问一些年轻的学生 就像我们刚才访问的 他就说 你想以后做什么 我以后想要走某一个产业 我说真的 那很棒 那你对这个产业 然后他开始讲说 他对这个产业的这个想象 刚好这些产业也许是我认识的 我心里想说 完全不一样 没有人看到是表面而已 就像很多人听到医生 就想说 那你不能怕血 说老实话 怕不怕血 在我们医疗里面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不会一辈子都跟血相处 除非你是急诊科医生 每天都刀光剑影的 其实因为有很多科是不用见血的 我现在才知道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 可是你讲到这个 我记得我那年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那个 现象测验 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现象测验 就是两条杠中间 用铅笔去画 看你能不能画的笔直 你们都没有做过那个吗 那是干嘛 他就是看你手稳不稳以后 能不能当外科医生 那是怕精神的测验 去的吗 还是 他真的就是测你 是不是 当医生 你们有做过那个测验吗 我念私立学校 我要是做那个测验 我现在就不会当医生了 这个好 我们就问这个 那你觉得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种 心理测验到底准不准 我觉得在成人之前做的测验 你真的只是了解 他的个性怎么样 但我说实在 你父母你还是可以观察得出来 他的倾向是什么 所以像我女儿 她在学校也做了测验 那她做了测验结果 回来就蛮有趣的 她就那个测验结果就是说 理解力有点差 空间能力特别好 所以就像刚说的 那我第一个就在想的是说 我觉得那个测验对我的帮助是 那所以怎么去增强她的理解力 我就会发现她考试考不好的时候 确实就是她不太能够理解 那个题目到底要问什么 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测验 对我来讲的帮助仅止于此 我不会因为那个测验说 她适合念人文科学 如果你觉得她的成绩 而且她有心要念医科 她为什么不要去填医科 就一定要按照测验去说 她要去念人文科学 她其实不必让 对 所以我是不太觉得 是不太觉得 郭政老师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的测验 只能提供一个 好像这个孩子原厂设定是这个样子 可是她没有办法回应人生中 所经历的各种事情 对于生命跟这个人能力带来的改变 所以我们其实给孩子最大的资源 不是单纯就是顺着他的性子走 其实最大的资源 就是让他有各种尝试的机会 那他本身参与了之后 他内在的丰富 或者他对于一些 可能没想过 但是被启发的部分 他是不是愿意也投入参与 我觉得生命是个很丰富 综合性而复杂的累积 但如果今天一早就这么 他就是一个科学脑 所以他完全不往科学性的发展 那这么说 他是完全不需要人文类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太偏颇了 对 而且现在是这种斜杠的时代 是 所以你注意 今天你是一个 举例来讲像侯文勇 他是一个 医生里面的训练 他的思维是这样 所以他切入到文学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新的风貌 我觉得他是一个出发点 但他不是终点 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检测 当作就是终点 那他就忽略了各种可能性 不过我觉得父母 可以做一个方法 像以前我们 如果心理师在做 生涯辅导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都会 比如说拿到一份测验报告 那我们就会先问这个孩子说 他觉得他的测验结果会是什么 然后再把结果露出来 然后去核对那结果 其实我觉得 不管测验结果怎么样 或他以后要不要用这份测验 来作为他职业的参考 那个父母如果可以去跟孩子讨论 这份测验 其实跟他想的一样或不一样 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 探索他自己很多 然后父母也可以理解孩子 原来他是这样子的个性 这个世界不断地在改变 有一个报道说 现在有40%的职业 将在未来的十年中消失 而有40%以上的职业 还没有被发明 所以包括我们原先所认知的价值 职业上面应该有的发展 可能在未来短短的五到十年之内 都会成为历史 所以身为父母 或许我们另外有一个机会 是跟着孩子一起去探索 他们未来的可能性 包括我们自己的可能性 很多家长可能讲说 这都是很理想的状态 我们也准备好了 接受这个新时代 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冲击 也许我们真的要抛去 过去的想法 用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文具 跟孩子去讨论 好 也许我们都准备好了 可是当我们孩子 讲出来他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眉头一皱说我做不到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的小孩高中还没有毕业 就已经决定要去韩国学舞蹈 所以他已经暑假都会去韩国 就自己 可能就是 可能机票是妈妈出的 但是你生活什么都自己打理 自己找到韩国舞蹈学校 自己在暑假的时候 也都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回来他说我要休学 他们父母就说 你可不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再去 你高中 知道高中毕业的证书 我都觉得心里会平安一点 然后家庭革命 就是 那个我觉得有一个门槛要过 不知道爸妈可以怎么做 好 我觉得这背后 其实是一个付出代价 跟承担责任的革新 我觉得我会让他去 但是我也会跟他讲说 两年的时间 如果这两年你承受得了 你也认为离点的目标越来越近 然后你也愿意 而且看样子刚才是所有的找学校 什么都是他决定的 所以他已经展现了相当大的决心了 所以如果两年的时间 甚至更短一点 我们先一年先试看看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那就去世 那不行 没关系 回来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像 家庭革命的去 那会带着怨念去 那回来就回不来 他会为了证明 他可以做得到 他就不回来了 然后他可能更长的时间 就耗在那个地方 然后真正的机会 都被他自己给否定掉了 对 所以反而是孩子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谈好的前提底下去做 对 但是也要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听他 或者去关心他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还认为值得做下去吗 有机会吗 对 这不只是他现在的决定 我想我们长大到现在 家里面只要在我们工作上 有一些情况 就问说还好吗 有机会吗 会不会怎么样 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种关心跟对话 其实应该在这个时候 就要建立起来 阿姨老师觉得 我其实在心理学来讲的话 我们亲子之间 都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就是我没有听得出来 为什么去韩国 跟拿到学历会是两个 互斥的状态 因为我去韩国也可以转学 我也可以去那边 拿到那边的学历 搞不好回来 大家还没看过韩文 还比较好用 然后或者是说 像老师刚刚说的 我去一年 然后回来以后 继续把学业完成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协调的 那我们看到的亲子冲突 比较多就是 他们会把它变成两个方案 不是听你的 就是听我的 所以就好像是 一定要有一方去让其中一方 可是其实如果仔细地去检视的话 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 都是可以商量 对 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冲突 适不适合找心理师聊聊 其实有 台湾还是有几个机构跟资商所 是专做这个 专做青少年 对 我以前的老师就是 他们就专做青少年 而且其实这个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其实这个都很快 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 你就会发现 我们在沟通上有一些盲点 对 所以如果真的吵不来的话 你不如就花一次时间 好好的去找别人谈 我也觉得 但我想今天我们聊的是 在这个巨大的变化 青春期的孩子 内心身形 对未来这种 还有这个社会氛围 巨大的变化 不确定性下 爸爸妈妈可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至于扼杀他 让他搞了半天 还没有探索的机会 或者是搞到半天 他已经定向了 但是那个是找必行 那根本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彼此没有共识 而造成家庭的冲突跟革命 也许我们今天的讨论 可以给你一些收获 也非常谢谢 今天的两位专家 如果你家有 零到18岁的孩子 有身心灵问题 一定要我们爱家好生 到你家家坊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我想做父母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都以为 人只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但事实上在孩子未来 他的定义 他对自己的方向 从来不是这样的 永远都是会变来变去 我们先接受好 他可能会随时改变 这样一个心理的准备 我们才不会在沟通上 试了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